Hello,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在Xcode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storyboard,故事版 那么故事版,我们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它是在我们的iOS开发里面 就是界面操作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说白了,整个我们的界面 包括拖拽主件 然后包括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过渡 然后包括了我们它与viewcontroller 与视图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还包括事件的一些响应 全部都会在这个上面 所以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把它清晰的掌握掉 那么这个故事版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用语 在电影里面 它有一个术语叫做串联 那么串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整个故事 分成一幕一幕的场景 每一个场景之间会进行不断的切换 不断的切换 就像一个故事版一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我们导演一喊 action OK,这就第一幕了 那么第一幕里面 这个幕场景里面 它的内容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放什么具体的一些组件 什么它会有哪些行为 就在这第一幕 那第一幕完了之后到第二幕 它们之间就会过渡过去 那这个也会在我们的故事版里面去定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OK,原来故事版就是用来定义和实现 我们整个UI相关的操作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掌握它 对吧,必须要掌握它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在故事版里面 怎么样添加一个场景到故事版里面 那么场景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把它打开过故事版 在这个文档我们可以简单的解读一下 这是整个文档的一个根元素 它会定义一些属性性的东西 我们不用太管它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依赖 依赖到的一些插件 我们也不管它 然后就是场景了 看到没有,每一幕场景有一个圣 这样一个概念 会给它自动起一个圣ID 那么这个里面它的一个对象呢 就是有ViewController 它的ViewController是什么样子 那么ViewController下面当然会有一大堆的View呢 对不对 会有一大堆的View 你看这些View就会有各种各样的View 就包括我们刚刚用到的UI Lab 对吧,用到了我们的这个Lab View它是有层级关系的 View下面又可以有紫View 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幕 相当于对不对 那好,下面我们就要说 那这样子来对应来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一幕场景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UIView 对吧,或者叫一个UiWindow 对吧,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这就是一幕场景 那么我们下面来添加一下 在这一幕,当前这一幕 我们来看看它是有哪些东西 先点一下这个地方 那右边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画板 左边是它的一个层级结构 看到没有 它会自动的给我们呈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ViewController的Sign 就是ViewController的第一个场景 那么它会有这个ViewController这个对象 那么它也有具体的View 这个View下面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所以它的这个层级关系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 好,那我们把这个点掉 把它取消掉 然后呢,在这一块是我们一个跟布局相关的 而这个布局呢,也是我们X6的一个新的特性 叫SizeClass 结合我们的OutLayout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专题讲到 今天我们先不说 再次呢,在这边 当然就是一些对齐方式 对不对,一些对齐方式 那我们知道了 就是用来排列 方便来进行排列的 好,那么在右边这一块 我们来看重一下 那么在右边这一块 它有一系列的 我们说这一块是它的一个 对象的这样一个属性窗口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文件 文件属性 那么就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 说白了 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场景文件 对吧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Storyboard 这个Storyboard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它的属性就包含了哪些呢 就包含了名称 然后类别 对吧 你可以去选择一下类别 这相关的这个文件的路径是在哪里 等等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视图是配 适配什么版本 还有是不是要用自动的布局 layout这样一个布局 要不要我们的一个size classes 这样一个新特性 如果你取消这个 它会有一很大的一个改变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老的这种布局的 这种方式了 这个回头在布局的时候 我会详细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先把它点上 OK 然后呢 这是总提醒的这样一个默认的一个颜色 这是本地化的一些情况啊 和编译目标的一些关系等等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件的属性 那么除了这一块呢 我们再看这有一个quick help 就是快速帮助 那我们看按住哪个空间 它的这个快速帮助就会切换 是不是方便我们来进行学习 我们很快的就能转到这个帮助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也给大家 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很方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官网的那些帮助 那这里的话 对每一个类 或者每一个组件的帮助 会更加的直观和快捷 然后这一块是什么呢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indentity 就是我们的一些唯一性的指定的 这样一个属性 包括了我当前 你看没有 它的一个类啊 它所要用到的一些类 还有它所在的这样一些模块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关系 那么这个类呢 说白了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点中当前的这个啊 这个view 那这个这里实际上是看的 它的一个controller啊 我们就可以看它的一个controllerview 好 下面也有一些 也有些其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属性 我们就先不用一一去说了 我们用到的时候慢慢去研究 但是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下来看一下 因为实际上 我们通过阅读 它的这个字面意思 我们就能理解 它们大概是做什么的 然后这一块是什么呢 这块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属性啊 一个属性框 那比方我点中 它点中这个是一个UILab 那么它就会有它的文本 文本类型啊 比方说hello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更多呢 比方helloSandy 你看它直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 text文本的这样一个切换 还有它的文本的颜色是什么 还有它的字体什么样的 它对齐方式 对吧 它的这样一个线的宽度啊 等等 是不是要高亮 等等等等 enable啊 或什么的 还有它的一些 是不是要有底线呢 反正这就是控制外观的 说白了 这一片就是用来控制它的外观的 包括阴影啊 等等等等 而下面这一块就是控制它的显示视图的啊 控制显示视图的 包括它的一些背景啊 等等等等 是不是要把它隐藏啊 所以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操作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些属性了 就它的属性 我们放其他的空间 可能属性就会发生改变 对不对 我放一个button过来 它的属性就发生了一些改变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至少它会有这样的一不同了 状态的不同啊 类别的不同啊 对不对 点上info 它它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显示形式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属性窗口啊 好 那这一块是什么呢 这一块是我们的 就是跟大小相关的这样一个 一个窗口 就是来控制这样一个大小的啊 控制我们的一个大小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关于大小这块也跟后面的一些 呃布局啊 也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在后面可以统一的来给大家介绍 那这一块又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叫connections 就是连接 而这个连接实际上就是建立我们的什么呢 建立我们的view对象 和我们的viewcontroller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连接 这个连接我们往往是用来 就是公布我们的view对象 然后让外部能够去调用它 说不爱了一个对外属性 以及它的一个事件方法 那这就是一大堆连接 你看像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一些事件呢 比方这button的一些事件 对吧 拖动啊 按一下啊 等等 那么在后面我们也会去讲到怎么样来用到这些东西 用到这些连接 那么在下面这一块 当然就是我们之前也是讲过的啊 我就不多说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object library 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对象类库 对象库啊 好 这个对象库我们之前也都跟大家说过 对吧 对象库有各种各样的 大概分了几类啊 有controller controller 拖过来 它附带的就会带一个view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普通的这样一个界面显示组件 还有界面容器组件等等等等啊 这里我就不累数了 那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拖一个新的sense 那么拖一个新的sense的话 就是一个新的场景 那不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吗 那这个是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viewcontroll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一个新的viewcontroller给它拖进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不要拖到这个controller里面来了啊 因为这个view普通viewcontroller是 拖进来你是没什么意义的啊 它不能实现这样一个嵌套 所以我们把它拖到旁边 你看就会有一个加号 就表示会在这个地方新生成一个viewcontroller 我们找到刚才那个 我们再重新来一遍 那我给它拖过来 拖到这放 大家可以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两个就在一起了 它成叠了对吧 我们把它往旁边挪一点 OK 我现在是不是就加了两个viewcontroller了 对吧 已经加了两个viewcontroller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去去干嘛呢 去看一下 它在我们的storyboard里面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在我们的storyboard里面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当然有的时候也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 我们也可以给它设定一些tag 或者给它指定一些唯一的名称等等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它 刚才我们是有一幕sen的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幕的sen 我们看看下面有没有新添加一幕sen 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第二幕sen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sen呢 对不对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到这样一个层级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能够看到 它是有两幕sen的 对不对 有两幕sen 所以是不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我在这幕sen上再拖一个组件上来看一下 拖一个随便拖一个switch吧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就在view的下面就会有一个这个switch了 就会有一个switch了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添加一个sen的新的方式啊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 但这两个sen目前之间 他们之间没有最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没有特别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不用它去care他们 好 那现在大家就下来演练一下 添加一幕新的sen 并且呢 放一些组件上头 然后去熟悉一下 这些啊 属性框啊 好 这一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